我长这么大头一次见着家安大T恤刀居然能锁起来卖 来这家超市你看是哪个了 你得找工作人员 还必须是带钥匙的那个 这就是全店唯一有钥匙的那个锁掌 而且柜门一旦打开 他眼睛全程就不能离开顾客 以防顾客眼疾手快藏点东西 或者抢上就撩 我说拿手里看看吧 这小姐姐手立马就上来了 这很明显一招被蛇咬 十年都怕鸟啊 真是 小姐姐说实在是被偷怕了 他家被顺走的东西能绕地球四圈 游戏这不是快到圣诞节了吗 最近超市更是老丢东西 这小偷也要过节 这是组团来进货来了 所长说人家小偷现在都是带工具来的 几秒钟就能给你把警报器卸了 所以说你要想买东西你不能拿在手上 我给你拿到前台回头你去结账 锁完门门又回头看了看 确定了一下锁没锁好 按理说一个T恤刀不至于吧 直到我看到货架上有被偷吃的零食还有饮料 别一说发达国家人们就都是高素质的 像这样的货也有 这一看就是逛饿了 边吃边喝 你说你偷吃零食就偷吃零食 你给大瓜啃一口是怎么回事 而且从痕迹上看 这哥们牙缝挺大的 这谁干的 你这牙口咬一口人 医生都不好缝 就这种人吧 在加拿大他不多 但也不少 像这种被开袋的零食 随处可见 其实在加拿大 大多数人他不干着没皮燕子的事 正常人还是多数 就像这哥们都给商品跪下了 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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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